画面上的这对夫妻,男的已经36岁,是一名聋哑人士,精神上有障碍,儿女的才13岁,身心健全。 这样子的老夫少妻配,在巴基斯坦南部庞哲普省的部落里十分常见。 这里的居民至今还奉行着一种被称为Wata Sata的习俗,意思是给予和索取。 简单来说,就是交换家里的女孩,这里的女孩可以因为父亲要偿还债务而被送给债主当礼物,或者因为家人要把嫁妆留在家族而被嫁给近亲,甚至可能因为父亲要迎娶另一名女子而被送给对方家里当聘礼。 年仅13岁的塞玛就是因为父亲瓦兹尔想要迎娶第二任妻子萨比尔而被送给了萨比尔的哥哥36岁的拉姆战。 塞玛说,她没有选择,她没有弟弟,而父亲想要弟弟,她就必须当交换品给父亲换来新娘,希望可以生下弟弟。 塞玛的父母对此毫无愧疚,她的母亲只想着,丈夫娶了第二任妻子后能快点带下男婴, 而她的父亲则说,这就是命运。 塞玛的无助不是她一个人的无助,她的妹妹阿斯玛才七岁就许了人家,青春期后就会嫁出去。 塞玛丈夫的侄女萨比尔十二岁的女儿哈斯纳不被允许读书,因为女孩唯一的价值应该是嫁人。 塞玛丈夫的侄女萨比尔十二岁,她是习近的女孩,她不得了。 巴基斯坦同婚问题不断循环发生,除了因为生活贫困没有选择,也深受地方上的宗教文化和习俗束缚。 多重的枷锁仅仅束缚着每个女孩,她们引紧常盼,却看不到走向自由和自主的路在哪里。 NTP7综合报道。